周星持身患孤独绝症 看他的电影会笑 长大了 看他的电影会哭 他让所有人笑 自己却不懂什么是真正的快乐 周星持说其实他是一个悲剧演员 他最好的一场戏 就是他自己 最好的戏在七岁那年 唯一的观众是母亲 1962年6月22日 周星持出生在香港九龙的穷人区 他的名字是母亲奇的 出自腾王阁旭 熊州物猎 俊采星持 周星持身患孤独绝症 我让全世界笑过 可自己却开心不起来 周星持的童年并不容易 父母在他七岁那一年就离婚了 父母在他七岁那一年就离婚了 母亲带着他与姐姐和妹妹艰难的维持生活 甚至一个人打两份功 好在他们三个都很懂事 也让母亲感到欣慰 周星持身患孤独绝症 我让全世界笑过 可自己却开心不起来 因为三姐妹都在长身体 不管多困难 母亲每个星期都会给他们买点肉吃 可她却总是胡闹 吃两口就吐在碗里 姐姐妹妹哪还肯吃 母亲又舍不得浪费 只好把剩下的菜都吃掉 为了这事周星持没少挨揍 周星持身患孤独绝症 我让全世界笑过 可自己却开心不起来 有一次 母亲已经两个月没发工资了 好不容易弄来些钱 给他们三姐妹买了鸡腿 她又一次啃了几口 就不小心让鸡腿掉在地上 母亲又生气又心疼 拿起腾条开始抽了石鸡下她 让你顽皮 让你不知珍惜 哭了好一会儿 才开始吃饭 母亲把鸡腿捡了起来 舍不得扔掉 用开水冲洗一下自己吃了 周星持身患孤独绝症 我让全世界笑过 可自己却开心不起来 睡觉的时候 然后妈妈问她打得疼布 以后还顽皮布 她笑嘻嘻地说 睡觉啦 我明天还上课呢 2001年 周星持和母亲做客凤凰卫视时 又说起了这件往事 周妈妈慈祥地说 那时她可真顽皮啊 全不知道 这饭菜来得多不容易 一点也不珍惜 周星持身患孤独绝症 我让全世界笑过 可自己却开心不起来 周星持接过话茬 那几年里 你把好东西全部给了我们 我要不是把鸡腿故意弄到地上 您会舍得吃吗 她说 虽然我演戏无数 但是我要说 我最好的戏 是在七岁那年 演绎的是一份血浓于水的挚爱亲情 唯一的观众 是她的母亲 人如果没有梦想 和咸鱼有什么区别 年幼的周星持 是一个十足无趣 沉默 不讨喜的小孩子 直到十岁还会害羞地躲在妈妈身后 不敢出来 就是这样一个羞羞答答的小孩 却突然意想天开要做演员 周星持身患孤独绝症 我让全世界笑过 可自己却开心不起来 初中的时候 周星持想要做一个像李小龙一样的功夫明星 他每天趁周妈妈不注意 把黄豆炒热 苦练铁沙掌 努力一段时间后 他找到校长 我读书不行 我的强项是武功 我想在学校开班收图 结果显而易见 校长还了他一个大写的猛圈 并把他赶走 周星持身患孤独绝症 我让全世界笑过 可自己却开心不起来 中学毕业后 他跑过堂 做过电厂工人 也是这段时间结识了梁朝伟 他们相携去考TVB的演艺班 结果梁朝伟一次就考中 周星持两次之后才得偿所愿 周星持身患孤独绝症 我让全世界笑过 可自己却开心不起来 他想演戏 但摆在他面前的工作室 主持人 他主持得非常糟糕 非常无趣 非常尴尬 港媒一向很毒舌 说他 连主持都这么烂 怎能做演员 但这份工作他做了六年 二十岁到二十六岁 最热血的青年时期 周星持身患孤独绝症 我让全世界笑过 可自己却开心不起来 那时梁朝伟已经展露头脚 他把报纸剪下来 他把报纸剪下来 贴在墙上刺激自己 每天洗脸刷牙时 对着镜子大喊 加油 周星持身患孤独绝症 我让全世界笑过 可自己却开心不起来 那时梁朝伟已经展露头脚 而周星持只是在各种变事剧中 跑跑龙套 为了一个死尸角色 浪费一声口水争取 周星持身患孤独绝症 我让全世界笑过 可自己却开心不起来 喜剧之王 中 影天愁根屡主角的对白说的 就是自己这六年时光 小姐 如果你非要叫我跑龙套的 可不可以不要加一个死字在前面 周星持身患孤独绝症 我让全世界笑过 可自己却开心不起来 可即便演一个死尸 他也要琢磨演出层次感 1983版 射雕英雄传 他饰演一名士兵 在一场戏中 要被梅超风一掌打死 演出前 他主动跟副导演商量 我可不可以用手挡一下 第二掌再死 周星持身患孤独绝症 我让全世界笑过 可自己却开心不起来 他演了魔术个死尸 直到1988年 他才得到一个重量级的配角 霹雳先锋 之后 周星持获得了金马奖最佳男配角 他的演员生涯至此才开始踏上正轨 周星持身患孤独绝症 我让全世界笑过 可自己却开心不起来 你看 这个一直以来逗我们笑的人 其实并不是一个天生的幽默大师 他只是理想远大 单纯又值着找到自己喜欢又擅长的东西 每一部电影里的小人物 都有一个周星持 当了六年的死尸 周星持几乎都在旁观别人的表演 他觉得那些高大权的偶像形象 很假很不真实 我觉得很有喜感 于是周星持开辟出属于自己的道路 自成一派的风格颠覆了传统 周星持身患孤独绝症 我让全世界笑过 可自己却开心不起来 一九九零年 一九九零年 他在 赌胜 李采用无厘头表演方式 引人入胜的剧情 夸张搞笑的细节 最终电影大爆 打破香港票房纪录 周星持身患孤独绝症 我让全世界笑过 可自己却开心不起来 他掰碎了所有艰难生活的苦 将伤口撕裂成一个个笑话 将这样的小人物角色搬进他的电影里 曾叫人觉得好笑又荒唐 喜剧之王 李采用了一九九零年 自己的影天愁 是那个死跑龙套的他 周星持身患孤独绝症 我让全世界笑过 可自己却开心不起来 少林足球 中那个捡垃圾的是 不甘频繁追求梦想的他 周星持身患孤独绝症 我让全世界笑过 可自己却开心不起来 大话西游 李的那个山贼 是那个没能抓住爱情的他 周星持身患孤独绝症 我让全世界笑过 可自己却开心不起来 掌江七号 李的爸爸是拼命赚钱的他 周星持身患孤独绝症 我让全世界笑过 可自己却开心不起来 英雄也好 英雄也好 无赖也罢 搞笑中又带着小人物的奋斗和励志 总是干净又有温度 他在戏里总是笑得那么开心 别人就以为他真的不会哭 周星持身患孤独绝症 我让全世界笑过 可自己却开心不起来 就像导演王金所说的那样 真正能拍出喜剧的人 恰恰是悲观的人 这些电影里的人 也是曾经的周星持 他经历过家庭的破碎 体会过生存的艰难 见识过人情的良薄 周星持身患孤独绝症 我让全世界笑过 可自己却开心不起来 周星持身患孤独绝症 我让全世界笑过 可自己却开心不起来 生活的真相是如此触目惊心 可他却也不忘激励大家 即使深处沼泽 也不要忘记抬头就是阳光 孤傲又孤独的偏执狂 别人笑我太疯癫 我笑别人看不穿 稍微了解周星持的人 都听说过他脾气极差 出了名的不好相处 片场暴君 太上导演 都是他的标签 周星持身患孤独绝症 我让全世界笑过 可自己却开心不起来 从表演 特技 对白 调色 甚至是音效 都一定要符合他的要求才行 所以编剧怕他 导演怕他 演员怕他 人人都怕他 周星持身患孤独绝症 我让全世界笑过 可自己却开心不起来 天职 成就了周星持 但也一步步 让他轮位孤家寡人 拍 少林足球 十 大师兄铁头公 那个镜头 斗笑了魔术人 但拍摄现场 一点也不好笑 周星持身患孤独绝症 我让全世界笑过 可自己却开心不起来 拍摄时 连续在大师兄 黄亦菲头上爆掉八个啤酒瓶 周星持还是不能满意 还有没有瓶子 道具看不下去了 谎称 没有了 直到多年之后 大师兄仍有借怀说好了 用道具瓶子的 但真正拍摄时 居然用了真的玻璃瓶 我当场被砸晕 周星持身患孤独绝症 我让全世界笑过 可自己却开心不起来 再拍 功夫 十 妖红金宝担任武术指导 头一天 两人本已研究好怎么拍 但他一觉醒来 把没拍的和已拍的都否定了 洪金宝曾骂他 不可以只当自己是人 其他的都是狗 两人就此不欢而散 周星持身患孤独绝症 我让全世界笑过 可自己却开心不起来 拍 功夫 前 他邀请老大当吴孟达入货 吴孟达为此推掉了两部戏 片酱过百万 但电影开拍后 吴孟达戏份被煽气的发怒 你把我当歌了吗 周星持身患孤独绝症 我让全世界笑过 可自己却开心不起来 新女郎黄胜义抱怨 几年里和他讲的话加起来没有一百句 周星持身患孤独绝症 周星持身患孤独绝症 我让全世界笑过 可自己却开心不起来 但是周星持从来没有为自己辩解过 他说 是比人更重要 可没有他的偏执 拿来经典 1992年 香港票房前十名电影中 有气不吃他的作品 周星驰身患孤独绝症 我让全世界笑过 可自己却开心不起来 曾有过一段时间 似乎炮轰周星驰才是政治正确时 黄秋生说过 你们只看见别人说周星驰 你们看见周星驰说过别人吗 他只是一个把事情做到极致的人 宁愿得罪导演 演员 也绝不会辜负观众 一万年实在太久了 如果可以重来 我希望自己不要那么忙 找一个合适的人过一辈子 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就完成任务 28岁周星驰才有了初恋罗慧娟 罗慧娟曾经说过 早不明白为什么他对周星驰一片痴心 想跟他结婚生子 周星驰却当他神经病 周星驰身患孤独绝症 我让全世界笑过 可自己却开心不起来 后来是朱英 莫文卫 余文凤 但这些人都相继离他而去 刘正伟导演讲过一个故事 那年我和周星驰吃饭 他问 为什么我那么容易爱上一个女孩子 我说 你那不是爱 你只是太孤独了 罗慧娟 她是一个好女孩 十分了解星爷的想法 但因为星爷母亲 和反对核心爷那时工作繁忙 所以错失了他 2012年罗慧娟因癌症早逝 在遗言中说 如果你想做到人生无憾的话 好好去生活吧 好好去爱啊 哽咽 不要给自己后悔的机会 周星驰身患孤独绝症 我让全世界笑过 可自己却开心不起来 后来柴静在采访周星驰的时候 问他什么时候会结婚 他骆驼的说 你看我现在这样子 还有机会吗 周星驰身患孤独绝症 我让全世界笑过 可自己却开心不起来 或许曾经真的有一份真挚的感情 放在星爷面前 他却没有珍惜 假如可以重来的话 我就不那么忙了 干我喜欢的事情 很多事做错 尚能悔改 有些人一旦错过 此生再无交集 周星驰如此 我们又何尝不是呢 他很善良 不安世事 从小到大都是如此 许多年之后 白晶晶嫁给了初恋 子霞也找到自己的幸福 只剩下周星驰一个人行单影子 在他的生活里 除了思考电影 就没有娱乐 不去旅游 不去享受 香港媒体都知道 周星驰没什么好偷拍的 周星驰身患孤独绝症 我让全世界笑过 可自己却开心不起来 周星驰有一辆古董法拉利 但很少开车 他喜欢自行车 最爱穿白T-shirt 配上一双运动鞋 周星驰身患孤独绝症 我让全世界笑过 可自己却开心不起来 从小穷惯了 让他因为钱的事情 被人说是忘恩负义 王金更是骂他 虽然很有才华 但自私没品 周星驰身患孤独绝症 我让全世界笑过 可自己却开心不起来 可这些年 他默默捐款 金额也不是小数目 曾经零片酬参加 百万富翁慈善之夜 一举拿下一百万捐 给玛丽医院做慈善 周星驰身患孤独绝症 我让全世界笑过 可自己却开心不起来 汶川地震的时候 也不手软 一下子捐了三千万 周星驰身患孤独绝症 我让全世界笑过 可自己却开心不起来 他默默地帮助修建学校 在偏远西北山区 周星驰自掏腰包 捐献三十多间放映室和物质 并且捐助了一百多所周星驰小学 周星驰身患孤独绝症 我让全世界笑过 可自己却开心不起来 最令人佩服的是 周星驰曾经为癌症中心 捐献过自己的骨髓 这也是至今可查的 捐献骨髓的华人艺人第一位 周星驰身患孤独绝症 我让全世界笑过 可自己却开心不起来 从一头黑发到银丝 周妈妈说 他很善良 不安世事 从小到大都是如此 周星驰身患孤独绝症 我让全世界笑过 可自己却开心不起来 美国 时代周刊 曾这样评价 如果香港还有查理 卓别林的话 那就是周星驰 那就是周星驰 他是中国当之无愧的喜剧之王 他还是那个在香港穷人区的小孩儿 望着街上穿行的云云众生 幻想自己是李小龙 做着明星梦 他有一栋豪宅可以招待朋友 但别人可以走进他的房子 却无法走进他的心 他初心未变 依旧纯然充满生命力 周星驰身患孤独绝症 我让全世界笑过 可自己却开心不起来 只愿时光在你身上走得慢一些 再慢一些 虽然有些迟到 但是还是要说一句 56岁生日快乐 周星驰